嘿,大家好 我们上一节课呢,讲了Django,还有Junicorn,还有Engines 它的配置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继续下一个部署的环境 也就是我们的Django和Engines,还有Tornado 这节课呢,我们首先我们的实验环境呢 是从之前配置好的一个环境开始的 这个环境就是在本地上你可以运行我们的配置的博客 也就是说这上面还没有其他的东西 你在本地就可以运行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它的后台 也就是说后台也要可以 然后前台呢,这边也前台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下一步的配置 那它的我们说的几种主流的部署方式 例如说Junicorn,还有WSGI或者是Tornado 它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那这一节课呢,等会我讲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 因为它们本来的原理也大同小异吧 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么一个环境开始 这个环境就是你本地上可以运行啊 一定要搭好 然后我们才来集成到Engines还有Tornado上面 你看我在本地上运行这命令 现在一切都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始我们的配置 首先是切换到管理人账号啊 也就是root 那我们第一步,先来安装一个Tornado Tornado呢,是通过PIP的方式 来安装这样的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我们之前大家配置Junicorn呢 也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些文件啊 就是配置的文件 包括Engines也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那这一次呢,也是一样 那Tornado的配置文件呢 我们是这样写的 当然它的里面的原理呢 跟Junicorn呢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里面的配置都大同小异吧 回头,大家在之前有看过Junicorn的话呢 应该也知道 那我们的Tornado已经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建立一个TornadoServer.py啊 当然这名字呢 可以自己起 但是我们这里呢 就给它起这个名字 然后 把我们课件里面那个配置 复制账贴进去 那我们课件第一行 本来我是想要装一个 用来启动守护进程的Python模块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模块呢 有很多bug 就对我们来说不适用 那我就把它去掉了 大家第一步就不用做了 那把这个 所以你看这里 这句话给我注释掉了 还有这里 因为我发现这样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些配置呢 把它保存起来 先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账贴好 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脚本 这样方便以后 我们来控制 例如说启动 或者是停止啊 这样子 这个脚本呢 是shell script 当然这个 对于这个脚本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但是也没必要去 深入去研究了 它只是说用python 然后来执行我们刚才 生成的这个文件 也就是说 tonadoserver.py这个文件 它是用脚本去执行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来建立这个 我们叫它tonado.sh 这是一个shell脚本啊 是为了方便我们的 停止啊 或者启动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每次都去 输入一个命令行 这样非常麻烦 那这里 大家要注意的是 第一行这里有四个端口 这四个端口呢 就是我们要 把tonado呢 运行到这几个端口上面 当然这里是可以配置的 你也可以配置成 只有一个端口啊 这里是给一个例子 可以跑这么 这么些端口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保存 这一个是用来 这个shell script是用来 配置用来启动 停止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engines的配置 那engines呢 我们目前机器上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环境上呢 还没有装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安装一下 engines engines的安装呢 我们上一节课呢 在unicone里面也有说啦 就说直接如果是 例如说我们yum install的话呢 是找不到这个包 那么我们来建立一个文件 它是一样的 我们这样手动来建立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就填住如下的那种 然后保存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yum的方式 直接来安装了 那这样 你看它就开始安装 当然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最好就是把它配置成开机启动了 这样我们不用每次都去启动engines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myseql server myseql的那个服务器 也要同样配置 这样它才会启动 大家可以试一下 像这样 启动一下myseql server 因为我们后面呢 它我们的网站是会去连接服务器 如果你没起来 它会出错的 当然你要配置myseql呢 自动启动呢 也是很简单 就这么一条命令 它下次开机呢 就会自动启动 那接下来呢 我们engines 就来配置一下engines 也是让它开机启动 顺便呢 把它启动起来 engines启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localhost访问一下看啊 是不是已经装好 那看到这个页面呢 说明已经装好了 装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去修改它的配置了 大家都知道engines它默证的配置在这里啊 那么 engines 在engines etc-engines底下呢 有一个engines.config 那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要把 又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把原来这个呢 被缝起来 不要直接上吊 因为这样比较危险啊 养成被缝的习惯 那么我们把这个呢 被缝成 加个BAK 这样把它被缝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呢 我们现在 把我客件这边呢 有一个engines的配置呢 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当然这里面呢 它的详细的意思 也是跟 我们上一节课 unicone里面呢 基本差不多的 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跟上一 跟上一节课一样呢 这里有一个user user呢 我们就改成自己 这个系统里面 你的那个用户 因为它默证是engines 但是它不一定有权限啊 就好像我 我这边的用户是son 那我就自己 就改成自己相应的那个 另外一个呢 就这两个地方呢 也要改成你自己 电脑上 那个项目 所在路径的配置 不要完全照搬我的啊 因为这是我的 我的电脑的环境 那这几个地方呢 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把它拷贝 张贴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把它保存起来 那么我们再返回我们的 我们呃 博客的圆码 所在的目录 啊 就在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呢 呃 要做的是 要修修改一下setting.py 里面这个啊 因为这个 这个会影响到 其他程序 能不能访问这些相应的这个 路径 那我们现在呢 来编辑一下 setting.py 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允许的 主机 那么我们一般 我们这里加个localhost 呃 或者是你有 有 例如说你网站有一个域名 啊 我们加上去 啊 这后面加个新 表示都说其他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还要记得有一个seliness 上一节课 unicorn那边也有讲过啊 那我们就不详细讲了 这里也是要把它关掉 关掉呢 就是把这个inforcing 改成disable 那做了这些配置之后呢 我们呃 我们先让它 机器让它重启一下 因为修改sed 是需要重启的啊 我们让它重启 那么我们借这个时间呢 大概来讲一下 刚才的那几个文件 首先呢 tonadoserver.py这个文件呢 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呢 用我们的django 访问django的时候呢 用它来作为类似代理这样子 让它来处理这个 因为我们都知道 里面有一个wsgi嘛 django里面有一个默认的wsgi 也就是说 用这个wsgi呢 做中间桥梁来跟tonado来交互 让tonado来处理 差不多就这意思 那么它的代码呢 也很简单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脚本文件呢 它是做什么 它很简单 就是我们直接调用它 然后可以让它直接来 用python来执行我们刚才的 这个tonado server.py 调用它 并且指定一个端口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这里给它四个端口 那么它就会跑四次 每次都是调用一个端口 调用一个端口 它只是为了方便 我们不用说 每次手动都去敲四次命令 这样 当然你只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 就engines的配置 engines的配置呢 这里首先一个就是用户 用户 我刚才说了 就是你自己记得改 另外一个呢 这是 它的原理也是差不多 就是说 如果是跑在这四个端口的呢 我们就交由 也就说我们不用engines来处理 也就 其实就是让tonado去处理 只是这样说而已 所以它原理呢 跟上一节课的都差不多 另外一个 这些location的语法啊 什么 listen啊 这些都是跟上一节课的 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 如果访问static 那它就应该去哪个地方找 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打开刚才重启的这机器 在用户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刚才 呃自己 做了很多实验 那经常失败 是因为这用户权限的问题 因为 因为它默认是engines的用户 engines的用户 并没有权限去访问我们博客的 这些圆码或者是static 目录 所以刚才呢 造成了很多很多的 问题啊 我也是调了半天 那之前这个 呃 守护进程的这个模块 之所以我可以不用 是因为我后来 就把它去掉了 直接改成了 linux 自带的一个命令 叫no hub no hub 大家也可以去摆兜一下这个命令啊 这个是让 呃 比如说我们派送 然后执行一个派送文件呢 本来它是一直会在那等 等你执行完啊 然后退出 那对于我们 呃 像启动几个服务的话呢 那就不可能说这样来跑 因为我们想让它 跑四个端口 那么就一二三四一次 至少就全部跑下来 而不是来跑了八零零 然后一直就停了 然后这后面的都没跑 所以要用到no hub的命令 那具体的 这命令的用法呢 大家也可以去搜 因为毕竟是share script的东西 那我们启动了 我们先切换到管理员账号啊 那我们的tonado.sh 我们需要给它执行的 权限 它才能跑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tornado server这个文件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tornado server这个文件 我们直接来执行 它这个文件的用法是 呃 Python 好像是要指定一个端口 那我们先试一下吧 那我们先试一下吧 如果是没有指定端口 它默认是8080 大家可以看到啊 8080 但是这页面怎么是这副鸟样呢 它它主要是因为访问不了这些静态文件 嗯 我的猜测啊 它应该是访问不了静态文件 那我们现在呢 呃 先把那个权限把它改好吧 静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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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可以访问 为什么会访问不了呢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是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 处理一下 我们让它在8000端口下跑 然后这里呢 8000 那么 我们看一下出错的日子 嗯 那么这里是因为呃 我们的刚才的 engines engines这边呢 说是 让它来处理这四个端口 但是我们只启动了一个 那我们现在这样吧 我们呢 直接来执行刚才的批处理文 呃 salescript tornado.sh 这里呢 可以传一个stop 它就会把所有已经启动的 杠掉 那start 就是启动 你可以看到啊 它启动了四个端口 8000到8003 那它所有的日子呢 都 都放到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来打开 localhost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可以访问这些 然后我们进去后台看一下 那后台也可以访问 但是后台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静态文件都找不到 这个问题呢 在上一节课的 啊 gunicone的配置那里 大家应该也也记得哈 就是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admin的目录呢 并没有同步过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呢 先编辑一下settingstoppy 出错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的解决办法啊 它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static root 没有指定 我们先来指定一个static root 那语法呢 跟这下面的media root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上次呢 是把它 它 名字叫collected 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哈 叫collected 这样改之后可以做什么 这样改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python manage.py collect static 这条命令呢 让它产生一个admin的目录 到哪个地方 到collected这个目录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到这里有一个collected 这里面呢有一个admin 那么它我们现在的static 呃有没有呢 那肯定是没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访问后台的时候呢 它就 它就找不到静态文件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admin呢 拷贝过来 啊 这条命令意思就是说 把上一集目录下的collected里面的admin呢 拷贝到当前目录 后面有一个点 后面有一个点 是意思是当前目录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已经有了 那我们给它一些权限 好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啊 啊这样就可以 可以登录后台 那我们 为了看一下行不行 我们就来发一个文章 用户 用户 这些都是随便的啊 我们只是测试的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保存起来 啊 这边没有 好保存起来 然后我们再回去主页 啊要知道我们现在的 这个访问呢 当然虽然看起来跟一开始是一样 但是现在完全不同的是 我们的程序是通过tornado来处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直接访问的是engines engines呢 会决定哪些内容呢 是需要通过 嗯 例如说 8000端口啊 到8003 这些端口呢 是 是通过我们jango来处理的 然后其他的 像访问静态文件啊 这类的 是直接通过engines来处理 那跟我们 一开始的那个 这本机跑的 那个 环境呢 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 呃 大家可能也有点疑问 就是我如果 要看那些出错 例如说我现在出错了 我要怎么看 那 首先呢 engines的出错日志呢 是在 呃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的配置 刚才 engines的配置呢 大家 去看一下 应该就知道了 它的路径也是可以改的 那 我们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 如果是配置的过程中有什么出错 首先这边也可以看 比如说我们之前出错是因为它找不到admin底下的那些静态文件哈 它会记录到这里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有jango的出错呢 它是记录到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nohub.out 这里呢是我们jango的一些打印的信息 包括这些其实是我们jango里面打印出来的啊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呃如果有什么问题 呃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按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这种环境的配置呢 其实有时候是跟 跟你的操作系统啊 各方面都是有非常大关系的 就就算你是跟着我做可能也有一些小问题啊 或者什么的 这些也是非常正常的 嗯 并不可能说有有那么一节课说可以让所有人都啊 非常顺利说我这不会遇到其他问题 所以大家遇到问题呢 大家可以到 呃 网站上面 麦子教学网上面呢 来提 呃向我提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回复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呃下一节课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